一學生是真的沒時間約會嗎 你們都把我當哥們對不對 選擇擅長還是喜歡的 這樣喜歡的變成自己擅長 對 因為你喜歡你可能會多探索它 多練習它 多做它 吳耀宇你為什麼今天長那麼好看啊 我們也都很好看 你不是一直都很醜嗎 你拿這個拿來裝包包是怎樣啊 你不是在裝 這個最重要 我先先吳耀宇先看看 這個是最重要的 朝三人 我不用啊 欸你這個很粗耶 不要粗要不要 誰要戴一拳小票粗 你有什麼問題啊吳耀宇 太屁啊 要被看證件 啊你都看得很屁耶 好 謝謝 你們好有愛喔 這個 喔 這是誰的安全帽 這個我才會幫妹子戴的 這是誰的安全帽 哇 有人提東西 真好 有人提一下好不好 欺負仙人嗎 還對嗎 欸你們這樣拍起來真的很壯耶 欸真的喔 我這褲子有很緊喔 超緊的喔 很緊啊 這個已經炸開了好嗎對不對 沒有 那往前一點 那個大腿急 有什麼問題 真的急 你們兩個一定有 還算了嗎 等一下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 他們兩個真的不是 我怎麼會有法式 差不多就是 你怎麼剪呢 不要剪一段 剪到我絕會剪 噢 看得不是用的 然後因為我們上一集就很不認真 再回答一些問題 然後這次就是要來 認真的回答 大家最好奇的 怎麼克服手機的誘惑 如果手機在我旁邊 我讀書的時候一定會滑 我非常非常確認這件事情 我手機跟我讀書的人一定在不同的房間 越遠越好 因為我同時也很懶惰 我不會為了想滑手機就走過去 那如果你要查資料 平板 我的平板沒有任何遊戲 我高中比較少用手機 但我這個是在大學訓練 然後我房間就很亂 衣服就亂丟 所以我 我把手機丟進去 然後就不見了 高中介紹的話 我也是 就沒有手機啦 我用手機真的也是常常 要拿來查字典或什麼 但是 就是我也怕自己玩手機 就 我真的有準備一個 電子字典 然後還有用MP3D音樂這樣 噢對 他是用MP3D音樂 而且他說聽音樂 他一直被握手 我自己是永遠都是誤導 然後那時候 在考試的時候 也是手機上面 只有銀漢字典 然後跟 就是唯一一個 我素牙的遊戲 那時候會把那些 Till啊遊戲 全部散光 我那時候做的很極端啊 我在家裡我連網路都關掉 反正就是在讀書的時候 把外界的資訊 都整個割開 下一題 如何自律 自律這個東西 其實是你必須要先有一個目的性在 然後那個目的 如果你夠強 你夠想要的話 你就會為了這個目的 去限制你其他行為 有一個前提 我覺得這個目標可以分一分 短期的 小目標 跟長期的 一個大目標 我覺得短期的就是 類似像是考試這種東西 然後長期的話 可能就是 身材維持啊 長期中學的 之後會需要找一些 不同的理由來 重新點來 你被這個長期目標 都認成了 不然 放久也是會慢慢的 就是暗掉 但總而言之就是 如果你想要制律的話 你必須要給一個 自己很明確的理由 不可能沒理由制律 對啊對啊 因為沒有制律 有點太強迫了 有人問說 就是他們很難去集中 他們自己專注的讀書狀態 或是 持續讀書的那個續航力 我高中的話 基本上每天睡10個小時 加快8、9、9、10 他好像是7、他就6 如果你想要有好的精神的話 你一定要固定作息 你必須要讓你自己的身體 就是習慣的狀態 我不知道後面又在幹嘛 讀書的續航力還有的是 就是要抓自己讀書的節奏嘛 我自己 之前在黑馬椅 是80分鐘的堂課 然後中間 我專注時間差不多是4分鐘 然後中間才會休息到20 然後再下一輪 這樣 就是把80切成大概兩段 你們呢 我自己是拍章節 我一個 不喜歡 或是比較 不擅長的科目 可能佔比較久時間 再來換我喜歡 或擅長 我是私校 每天早上7點到學校 會有夜自習嘛 所以會9點離開 中間教育時間呢 除了中午和晚上 分別會有各一個小時的 吃飯加睡覺以外 其他全部不是上課就是讀書 所以我一整天就講過 然後9點放學 回家大概10點左右 根據那時候課業的狀況 緊不緊急 我可能會再讀個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 要不然就是休息一覺 然後12點前睡覺 我後面也差不多 因為我也是私校 所以白天還有晚上 就是在學校就讀書 但是回家之後 可能10點之後 覺得一小時就彈起來 然後小便 都是公立學校 其實我覺得比較有效的學習賽 晚上補習班 我好像也是 因為我是私校 但是我幾乎都是沒有補習的科目 我就會在當捷克 就是把老師講進度自己讀完 然後做完筆記 也就是說在 該讀書的時間就把它讀完 然後剩下的時間 就給自己好好補習 把進度讀完 剩下的時間就可以好好放鬆 好 下一題 是從國小高年級就開始有計劃考醫科嗎 沒有 可以吧 國小國中 我自己是 就是你會覺得 你看醫生醫生很厲害 然後慢慢有準備 醫生不錯啦 我是高中 我現在已經小時候成績蠻爛的 所以 根本沒想過 是高中考上一中之後 他們才開始說 那你可以同意學習這樣 我要承認是多少人受到那種 成績好學校去選 利亞電子師的這種影響 但我自己是因為家庭 就是我家幾乎都是亞裔 所以 從小就一直被灌輸說 我一定要當大 就我覺得好像變成說 當你成績好像真的是可以填這些科系的時候 如果你不填 好像無論是學校 或是各種其他的人都壓 就如果有社會壓力 而讓你覺得說 我去填恰是不是很可惜 對對對 我覺得成績真的真的很好的時候 你能做到完全去拋棄這些 大家傳統認為的 例如說利亞電子這種很好的科系 去填其他東西 我覺得是很困難的事情 對 因為基本上你小時候成績還不錯 大家跟司長都會說 欸 未來可以當科系啊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直接列在 就是你未來的其中一個行列 好 高中的壓力調適 好 高中的壓力調適 好 高中的壓力調適 就是運動啊 我是玩社團 玩電動 玩靠體 每一年都買一個什麼的 社團啊 就彈簽啊 然後去表演什麼 反正團就是做一些讀書以外的其他事情 好 下一題 高中都有補習嗎 不用 欸 這下我沒有耶 我最後就是小學補習 他真的沒有 很厲害 我一定要講私小是一個大型補習班 而且我就是私小再加上補習班 我高中才開始 然後我是補超級班 我是建議如果你程度不錯 我覺得可以超級 超級對高中幫助很大 好 下一題 背考師覺得自己有沒有什麼特點 是真的可以贏過別人的 我們剛剛有討論這一題 但是我覺得 這一題就是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跟我之前讀書的影片有講過 就是其實不應該跟別人比較 那個大考的時候 基本上我會跟同學和朋友們 基本上斷臉 就有個默契吧 他會特別去過文說 對方現在讀到哪裡 沒錯 就是無愧語氣 沒有對不起自己 基本上在考試的時候 就不太會緊張 我覺得可以給自己定一個 超過覺得自己能達到目標的一個科技 我自己一台成績沒有口號 但我給自己的目標 就是我每個都要九十幾分以上 然後我就是跟自己比 就是覺得說 這次我們考要九十幾分這樣 我也覺得應該要跟別人比 所以其實在背考期間 有沒有贏過彈這個點 其實我覺得首先觀念就是不對的 因為你不應該是要跟別人比 你應該是要跟自己 下一題 選擇擅長還是喜歡的 喜歡的 喜歡的 這樣喜歡的變成自己擅長 對 因為你喜歡你可能會去多探索它 多練習它 多做它 那或許它就變你擅長 那這時候就算是 我就是一個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你喜歡的 你要是去做做到你擅長 然後不只是擅長 還要你能夠成為這個領域的景 那你就可以往這個方向發展 那如果你真的是沒辦法就是手喜歡 那你可以選擇你擅長 但是不排斥 然後我選牙醫的原因是因為 我手動能力蠻強 然後又沒有很討厭生物 就是也算是蠻喜歡生物這一刻 擅長當然好 但是我覺得你要選是能夠 接受它 你不喜歡的那一部分 就基本上大部分的事情都解決 下一題 我會選一選 在一選這邊我會比較期待說 我可以生死教官的時刻 他有一個責任感在啊 我還是會選牙醫 我自己一次會選醫學 那醫學就可能頭到腳都 對來說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原因 雖然牙醫有分科 但我認為醫學它分的東西好像有更多 它後面的可能有更廣的 然後連接就卡上牙醫 後來還重考了醫學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因為 我自己手做的能力也不起 雕刻啊或是畫畫什麼 美術成分都沒有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覺得 有工作會滿無聊的 就每天這樣一直看牙齒 下一題 你們覺得面試好看有加分嗎 打扮乾淨 好看 一定有加分 打扮的好看 如果以外般來講好 我真的覺得有沒有打扮是有差的 例如就是小致米的 一點頭髮弄得怎麼樣 大到你全身上的衣服 到底是有沒有整齊 或是說有沒有在用心的感覺 我覺得在面試的時候 或許這是你給教授我的第一個影響 因為其實你進來 大家分數都很高 但是如果你要讓教授對你有印象 你一定是某一個地方特別突出 那要嘛是你回答問題特別突出 不然就是可能 你整個人給教授的感覺是讓他記得的 一定會把你放到就是 可能比較前面的名單 或是可能就直接把你放到錄取名單裡面 好下一題 醫生可以刺青嗎 可以 我們兩個目前在外科的時期 我們就看到很多學長界他們都有刺青 當然沒有明容規定說醫生都很刺青 現在好像真的是大家比較能接受的東西 我看這些病人們看到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排斥或是很驚訝 年輕醫師好像就是可能會這樣子 好下一題 醫學生都不太會穿大的打扮 確實有補片有這個現實 那一律器來講 搞不好真是因為我們花比別多的時間在讀書 所以一直以沒有那個心思 特意去想說什麼 有時候真的很累的時候 一早 然後去醫學生每天早 我把他打死的時候 沒錯 那真的這樣隨便穿而已 穿哪衣 我覺得講啊他們其實在我身邊 都算是蠻會穿大衣生的 真的 看學員就知道了 這個當我沒 醫學生是真的沒時間約會嗎 沒有吧 不會啊 可是我覺得比一般人來說 可能的確真的是 進醫院就是每天早上8點 然後到 5點左右最早 現在在外科期 現在會有他那個 跟刀或是裂肩石 然後他就更晚 就因為 可能比一般人來講 就是醫生的科 在空閒的時間 會傾向就是休息 下一個 交往會在意家境的狀況嗎 價值觀這件事情更重要 尤其是經濟 就是這個人本身的價值觀 如果你自己來講的話 經濟情況好像更重要 那當然如果今天前十二要結婚的話 畢竟結婚不是兩個人的事 是兩個家的事 那這時候家境的話 可能就不只是 你人說的算了 不能保證說 你不會考慮到你爸媽的感覺 對然後還有他們家人的價值觀 對這就是更大一點的事情 所以其實在交往出去的話 基本上還好 最重要其實還是跟這個人相處 這個人本身的價值觀 因為有一些人是他們可能 家庭的價值觀比較天才 但他這個人的價值觀是好的 我覺得我現在就是 不太會看那個家境 一樣是跟那個人相處的感覺 那個人本身比較重要 對 那個人本身是最重要 會因為有可能超越不過上一輩的成就 而感到愧疚跟自責嗎 不會 上一輩不要講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你直接預設就是 我的爸媽已經很優秀了 沒有 但是沒有啊 好下一題 人生中有遇過什麼挫折 我們兩個都是從頭 欸超上的有嗎 沒那麼挫折 就是逆來順手的 沒辦法接受的 就是換個心態 跟我差不多夠 喔我也是 遇到就是想說 不然想怎樣 就是我是這樣 然後不然想怎樣 我很喜歡一個說法 遇到一些你很在意 或是甚至 尤其是不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我之前聽到的說法是說 你可以想像 就你實驗後自己 真的還會在這個事情嗎 如果不會的話 那你現在其實也可以 差不多先放 那如果還會的話 那這個事情可能真的蠻重大 你可能再去想辦法做一些 改變或者是事情 那我的心態是 凡事都有利於我 就是不管遇到什麼挫折 對我來說 我會把他視為自己有用 等十年後 再回來看這個挫折 就是讓你認真成長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存檔 我自己面對挫折 我覺得是 就是去想說 我面對這個挫折 我怎麼可以學到什麼 我可以怎麼去改進 不管是遇到人際上的問題 那我可能會想說 我自己要怎麼改變 要怎麼學習 怎麼跟人說話之類的 怎麼跟人互動 然後不管是 或是科業上 感情上 就是盡量一直去往正面去想 去想說自己可以怎麼改變 怎麼改進 就不要停留在原地 一直怨天也會 好 下一題 美術不好 而且牙醫 會很辛苦嗎 欸會 超辛苦 我們班之前真的是有一個人 因為他美術沒有人好 然後就直接 重考當上學弟 需要另外學素苗跟雕刻嗎 我覺得要欸 不是啊 因為牙醫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prepare 可能做假牙 或是什麼一些 反正就是因為是在口內操作 所以很小 所以全部是手要穩定 然後我不知道他們現在在幹 超白癡欸 好啦最後一題了 你們都把我當哥們對不對 確實是 確實 我剛剛真的真的太久了 偶爾會想起來 像這種 然後就是偶爾會想到 還有無散問這個哥們 謝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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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纏人稱是我的 這個哥們 對啊我們真的是很久啊 我跟他算是一起挺過 就是我們重考 最 最殘烈 對最殘烈的那個 對 然後我跟他們也是大一堆認識 不要再耍機了好不好 我上次才幫你們解釋欸 反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有回答到比較 重要的一些問題 欸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在這個框裡面呢 都單身囉 跟進一下 超纏人脫單 你脫單了 你脫單了 我女朋友 同校的 誰姐嗎 不是學妹 我之前就說了 就是姐姐不是年齡問題好不好 不是 是個感覺 對啊是一個感覺 不要以為可以是姐姐啊 沒有我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他們在回答 或是做一些很白癡的事情 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好拜拜 拍一下 秀一下秀一下秀一下 秀一下秀一下 不要秀一下你二頭肌肉 不要不要不要 幹這是怎樣 我這個畫面好多奇喔 我現在 超多 你都錄一點啊 為什麼沒有人在檢查假裝線啊 你一定會不會這樣 哇這個畫面 要不要再近一點欸 但是 但是 這樣 這樣 我們在檢查 他的毛病 就這樣 所以我也檢查不出來 男上加男 他也只是瞭解 他也只是瞭解 會不會這樣 是 他的手 好